今天介绍一部变异怪兽的故事 失落的未来 世界末日之后的人类文明 衰退成了几千年前的原始部落 科技文明毁于一旦 人类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历史 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导致末日 部落长老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 男主是部落的超级猎手 有丰富的狩猎经验 一个人离开规定范围寻找猎物 和其他猎手一起干掉了一头变异瘦 正当大家兴奋终于有肉吃的时候 一个猎手摇晃着出现 原来这家伙被变异人咬伤了 很快就会变得狂暴 为保部落安全 请求大伙将他杀了 一群小年轻打经过这种场面啊 全都犹豫不敢动手 部落酋长还是心狠果断 一枪戳死了变异的猎人 其他长老听说了这时候 纷纷紧张的表示要逃离这里 然而世代都生活在这 外面又都是变异人 为之世界充满危险 哪里还有什么安全的去处 男主这时候跑出来 都当给长老们一个建议 原来他老爸说过 外面还有其他部落 可以去寻求帮助 但是长老眼中 老爸是部落的异类 天天都独自跑出去冒险 三年前离开部落后 就再也没回来 因此离开部落的建议 当然也不会有长老放在心上 男主被气得不轻 回去和妹妹说 要和老父亲一样出去冒险 你这家伙想啥呢 哥哥说走就走 留下妹妹一人独自难受嘛 执拗的男主赶早就离开了部落 然而刚离开没多久 就发现了一对变异人前往自己部落 这场面可不得了 男主拔腿 救回仍然晚了一步 虽然部落提前做好了准备 大部分同伴还是被变异人袭击了 暗恋对象长发妹 更是差点惨遭毒手 幸亏男主救援及时 还没表白呢 就被酋长儿子撒够粮了 失落的男主和两人说 凭他们三个的战斗力 是无法抵挡变异人的 必须前往老爸说的其他部落 去寻求救援 路上长发妹发现了男主的随身物品 男主解释说 这玩意叫书 是老爸教他认识用的 酋长儿子五大三粗 大字不识一个 男主你这不是在美女面前 侮辱人魔 一个变异人突然冲出 这不就是男主的老父亲魔 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板 难怪三年都不回一趟家 自己人这可不好动手啊 就在酋长儿子差点当场去世的时候 一个斧子飞出杀死了变异人 来人居然是父亲的朋友 他把事情缘由都告诉了三个小朋友 原来科技世界的人类 为了控制自然力量 复活了冰封多年的史前生物 却意外释放出了变异病毒 人类世界也因此消亡 但是有个好消息 这种病毒有解药 男主的老爸通过人类书籍 研发出了解药 但是现在老父亲死了 仅存的解毒药被反派封锁 在故岛上 只能靠武力夺取 而男主则凭借过人才时 通过老爸的书 再次发明了解药 两父子这是完的 看两页书 解药说做就做 为了拯救剩余的人类 大叔前往其他部落搬救兵 而男主三人 则前往故岛寻找解药 在途中和长发妹一起被抓走 男主和反派提议 你先给我要 救人回来后 我给你制造更多的药 反派表示你这小聪明主义不错啊 我拒绝 酋长儿子在这时偷偷策反了反派女儿 在美女帮助下就走了同伴 人都跑了反派 当然就是追啊 酋长儿子选择断后 领了盒饭 而大叔的救兵也赶到 带着男主杀光了部落的便衣人 得到解药 毒人获救 男主则信守诺言 返回反派所在的小老 他要学习更多人类知识 制造更多的解读 世界文明能否再现辉煌 就看你的了小火鸡 关注我们看更多好电影 对 对